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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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游览已久 真相究竟如何呢 在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 考古人员确认了 被称为九连墩的这些土墩 的确是古代沐藏的风土残留 年代可能为东周时期 2002年 在湖北高速公路路网建设过程中 预定的一条线路 即将穿过九连墩中的 一号墩英字包 由于受到客观环境的治愈 公路无法改线 经过研究和批准 考古工作者对一号墩 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工作 你看难免什么可真说 2002年9月 考古队开始对九连墩一号墩 进行发掘前的探查 很快 队员们就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在一号墩的旁边 还存在着另一座大墨 只是风土已经不存 考古队将一号墩风土下的墨葬 编号为一号墨 新发现的编号为二号墨 这两座大墨平面均为甲刺刑 一号墨开口东西长38.1米 南北宽34.8米 深12.8米 二号墨开口东西长34.7米 南北宽32米 深11.6米 在随后进一步的勘察中 惊喜接踵而来 考古队在一号和二号大墨旁 分别发现了车马坑 其中一号墨车马坑的规模之大 创造了当时中国考古界的记录 当时谈的时候叫做五十米左右 四米宽左右 这个大厕规范围就这么大 但是当时在领域的那时候 深不信是最大的一个车马坑了 所以当时非常兴奋 我确定五五以后 我们就跟领导打电话 一号墨的后面有个五十米长度 你车马坑 二号墨有二十米的车马坑 他说你够尊明啊 你不得聊这个事情的 他不是开玩意叫的是吧 所以我那是不可能的 我说我这个球定好了以后 因为我们打到车马坑的时候 结果骂骨头了 两座大墓 两座车马坑 其中的一座 还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大的车马坑 九连墩一号墩的发掘工作 刚刚开始就惊喜连连 大墓之中 是否埋葬着传说中的 那位楚国金头将军 一时间发掘工作 引发了公众强烈的好奇与关注 2002年11月16日 九连墩大墓的发掘工作 全面展开 考古队首先要清理的 是位于墓葬外围的车马坑 在一号墓车马坑内 考古队员清理出 33胜车 72匹葬马 在坑内的中央位置上 编号为15号的车 竟然配备了6匹葬马 这个规制有一个专门的名称 天子驾六 这是先秦时期 天子规格的葬制 难道说九连墩里埋葬的 不是将军 而是一位天子 考古队员很快 就否定了这种猜测 种种迹象表明 九连墩这两座大墓的年代 可能处于东周末期 那时候的周天子 已经丧失了权威 理智方面 已经于理出现 违反规制的戒约现象 九连墩位于当时 楚国的管辖范围内 大墓中出现这种 违背理智规定的现象 不足为奇 当考古队开始对大墓墓室 进行发掘的时候 伴随他们的是连续的雨雪天气 经过清理 队员们发现 二号墓保存完整 而一号墓上 一个倒洞一直打到了果室面 幸运的是 除了南果室之外 大部分墓室保存完好 由于湖北地区的地下水位较高 一号墓和二号墓的墓室内 积满了水 这是两座保水墓 这种状况 对于有机制文物的保存十分有利 看到这个情景 队员们不仅产生了一个期望 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这个战国逐检 应该来讲都是从楚墓里面发现的 当然我们说了跟这个南方的这个地理条件有关 也跟楚人对墓葬买葬采取的一些措施有关 所以说我们只要能够发掘这个战国墓葬 发掘秦汉墓葬 应该来讲都很自然地想到要出这个逐检 九连吨这个当然也不例外 在造纸术得到推广之前 逐检是最主要的书写载体 如果在九连吨大墓中 发现带有文字的逐检 那么大墓主人的身份 就有可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带着这份期待 考古队员对一号大墓进行了清理 2002年12月24日 在摄像机的见证下 队员们打开了一号大墓的内观 七望珠的竹检并没有出现 墓主人的骨骸散落棺内 经过初步清理 考古队员发现了墓主人牙齿的残留 这说明墓葬的主人在下葬时 遗体完整 并不存在头颅趋失的情况 这个发现 让民间流传的金头将军的传说 不攻自破 然而 在一号大墓之内 无论是果室还是内观 都没有发现竹检的踪影 在规模如此之大的楚国墓葬中 这个现象显得有些反常 就在大家感觉到失望的时候 同步发掘的二号大墓中传来了好消息 在二号墓这个男士快清理到底部的时候 在一个角发现了四件竹丝 那么这四件竹丝呢 刚好是这个逮了一些像这个在清理的人员呢 感觉到像竹检一样的东西 哎呀 当时非常兴奋 经过清理 考古队员从二号大墓中 一共出土了一千三百多枚竹检 这是一个重大的收获 通过对竹检上文字的试图 可以获得珍贵的历史信息 大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也可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在湖北博物馆的地下室内 文保人员对九连墩出土的竹检 进行了修复和保护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在数量多达一千三百多枚的竹检上 人们竟然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 慢慢地把整个都清完了以后 结果发现这面都没有字 因为当然想起来 有一部分可能是空白 当然我总有写字里这些东西 结果最后一千三百多枝嘛 清完了以后就都没有字 当然心里就是 难道我们一般上来就是 哇凉哇凉这种 这种感觉很难受 确实很难受 这就是考古 有时候充满了希望 最终却失望而归 难道九连墩大墓 物主人的身份 就此会成为一个 不解之名吗 2002年年底 九连墩大墓的田野 发掘清理工作结束 在一号大墓中 一共出土了 四千三百九十二件套文物 二号大墓出土 两千九百一十七件套 这些文物不仅数量众多 种类也十分丰富 与此同时 对大墓形制的揭露 也获得了珍贵的 实物资料和历史信息 经过对这些文物 和遗迹现象的整理分析 大墓主人的身份 终于变得清晰起来 通过对九连墩一号 和二号大墓 公主人骨骸的鉴定 考古人员确定了 墓主人的性别和年龄 一号墓主人为男性 年龄大约在五十至六十岁 二号墓物主人为女性 年龄大约在四十五至五十五岁 他们的关系应该为一对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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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不虐杀了 人生的宫子 以为一对夫妻 就是像本人的玄武 一位的关系应该为一对夫妻 一位的关系人 但是他现在的关系应该为一对夫妻 您是一位的关系人 他只能有两个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能是一位从中原远嫁而来的贵族女子 最终在结合了车马坑 墓葬行制 出土文物和相关历史信息之后 考古人员对九连敦一号和二号大墓的墓主人身份 做出了推断 一号大墓墓主人因为战国墓期 镇守楚国北部边境的一位高级军事将领 二号墓墓主人是他的妻子 一位从中原地区远嫁而来的贵族女子 那么我们认为九连敦一号墓主人 很有可能是当时的王室成员 那么他也有可能 接近于最高等级的这种军事将领 甚至可能是某一个封军 就在九连敦大墓发掘的第二年 2003年的年底 考古工作者在浙江省胡州市的长兴县 对一座越国土敦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这座大墓位于一座叫做鼻子山的小山之下 在当地建设施工过程中 施工人员无意中挖开了这个尘封地下的秘密 当考古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 一些文物已经流失 考古队员首先对现场进行了勘查 结合公安机关收缴的文物判断 施工破坏的并不是墓葬的本体 而是大墓的陪葬坑 坑中的文物大多是原始磁乐器 包括七件永钟 三件薄钟 考古队员对现场附近的施工堆土进行了清理 在泥土中 人们发现了一些弃物的残片 拼队之后 竟然是八件边庆 永钟 伯钟和边庆 这些原始磁乐器说明 大墓的主人有可能是一位越国高等级贵族 但是在大墓发掘之前 一切都只是推测 接下来考古队员对墓葬主体进行了测量 我们精准的测量 它的应该是一种一个平面应该是长度应该是有三十多米 三十二米我记得 宽度有十多米将近二十米 这在土的墓当中应该算是比较大的 它应该是当时是属于贵族阶层的这种高等级的墓葬 揭开封土 发掘工作一步步有条不紊地展开 考古队员很快发现了木炭的痕迹 向下继续清理 这座大墓的主墓式面出现在队员们的眼前 它长十五米 宽五米左右 位于整个土墩的中心位置 随着清理的进行 收获层出不穷 这是来自异域的琉璃珠 我们把它称为战国时期的琉璃蜻蜓眼 它最早的出现是在公元前二十五世纪 出现在西亚和埃及这一带 那么真正传到中国 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那么像这一件其实是做得比较精美了 上面它是由两个环进行相接 然后在它的四周一共有八个眼睛 那么其实两个眼睛都是靠得比较近 我们把它称为这个蜻蜓眼 这是象征等级的十愿 愿是一种中国古代的玉籍旗形 大墓中出土的愿并不是玉制 而是由滑石材料丢筑而成 经过仔细清理 考古队员一共发现了十四件使院 这是玉管 外形扁长 表面分布着精美的花纹 考古队员判断 玉管应该是配合其他玉器一起组成一组配饰 泥土之下应该还有文物藏身 果然在接近雾底的位置上 桃古队员清理出了成S型的两只龙手玉带钩 紧接着 雕刻有潜伏雕云纹的玉皇也陷了身 他们和玉管共同组成了一组配饰 而在木道之中也经历出玉制的剑手 这些令人欣喜的发现 都透露出大墓主人高贵的身份 发掘至此 考古队员仍然没有找到能够明确说明牧主人身份的信息 就在这时 公安机关对流失文物的追缴工作 却有了新的进展 这几件原始刺器 和陪葬坑中的编钟有些相像 它也是一种乐器 名字叫做勾吊 它在使用时候 它是这样的 它就是说 这是一个擦柄 它是可以这样 可以直 可以直起来 那么以这个垂机的这个方式 来展示它的一个音乐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上面 应该是属于这个满优的这样的一种工艺 那么它在这个所使用的这个功能上 它主要是在祭祀或者验响上 来这个进行这个垂机 来这个使用 那么它也是有别于我们中原系统的这个编钟 这样的一个系列 那么它是具有一个明显的 越地风格的这样的一件器物 勾吊的发现 为长星的这座土墩大墓 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它所埋葬的墓主人 应该是来自先秦时期 位于中国东南部地区的越国 这是一座越国高等级贵族墓葬 从发掘至今 十几年过去了 对长星鼻子山土墩大墓的研究工作 一直在持续 除了来自越国 等级极高之外 对大墓主人身份的解读 仍然有待探寻 或许在将来 考古工作者能够借助长星地区的其他考古发现 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考古的过程 有的时候就像是探案 穿越时间的遗迹遗物信息 就像是留给考古工作者的线索 一座墓葬保存得越完整 解开谜题的希望就越大 但是当物葬被盗一空的时候 考古队员又将如何去找寻 塔墓主人的秘密呢 山东省腾州市阳庄镇的前茅固村 保存着一座石市大墓 早在清代末年 这一座大墓已经广为知晓 《地方志》中这样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前清末年 此墓洞开 人来人往 腾县早庄民众 尽相来观 这个墓的方向比较曲折 据这个地方文献记载呢 从这个清代末年的光绪年间 就已经发现了 当时记载的发现呢 是他这个墓市的这个石盖板 塌下去了 塌下去了 通过这个文献记载呢 记载的比较玄幻 说是这个黑烟弥漫 这个方圆百里之内的 像滕县 溢县 早庄的这个民众呢 竞相来观 就跟赶会似的 这是第一次的记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考古工作者 对前茅故村的这座石市墓 进行了勘查 结果表明 大墓曾经多次被盗 门户洞开 墓室甚至被当地村民 长期当作地窖使用 有些专业人员呢 顺着盗洞下去以后 看到了牧师内部的结构以后 拍回了一些照片 经过一些专家的研判呢 这个墓的意义十分重大 但是这个墓呢 上面是个民房 不具备这个发掘条件 真正出现转机 是到了2021年的春天 2021年初 2021年年初 对前茅故大墓的 抢救性发掘清理工作 正式启动 通过测量 考古队员绘制出了 墓葬的平面图 墓室分为前室 中室 后室 东尔室 东北尔室 和西尔室 主体全部用石板 石条 与石构建 累计而成 根据形制判断 这是一座 东汉时期的石室墓 不出考古队的预料 经过仔细的清理 除了一些桃片 墓葬中 没有发现 重要文物的遗存 面对如此的情形 考古工作者 又将如何探寻 大墓主人的秘密呢 前茅固汉墓的墓道 长达七米 穿过墓道尽头的墓门 就来到了前室的位置 在汉墓中 前室的作用 相当于墓主人 生前居所中的体能 在前室北壁墓门的两侧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种 特殊的窗子 植林窗 现在我已存在的建筑 是唐代的建筑 不管是南昌寺的正殿也好 佛光寺的东大建也好 这些都是唐代的 基本上是唐代的员工 他们这个窗户也是植林窗 但是再往上 做这个植林窗 地面的建筑 已经是不存在的 没有的 刚才那个已经是最低的了 前茅固汉墓的东北二世 形制显得十分特殊 考古队员在二世地面上 发现了一个 类似于排水口的孔洞 经过分析 考古队员判定 东北二世的功能 相当于墓主人 生前居所中的厕所 接下来在大墓的中史 考古队员发现了过梁的特殊之处 从外观上看 这道过梁呈拱形 在汉代 这种拱形过梁 有一个特别的名称 红梁 这个拱形的梁架呢 在这个中史南北弘梁之上 这个拱固的最大跨度 是两米零六 弘梁的这个上方中央 立着这个三阶状的一个短柱 三阶状的这个短柱呢 与这个拱梁呢 是一整块石头 是刻这个雕刻成的 顺着过梁往下 在立柱的部分 考古队员观察到了 令人惊喜的细节 立柱的表面 刻有十五道线条组成的螺旋纹 这种纹饰来源于五代西方 在山东地区的考古工作中 这是第一次发现这样的螺旋纹饰 在墓葬的后室顶部 考古队员发现了五层 叠色顶的建筑结构 每一块石条 严丝和缝地拼接在一起 有的石条上还写有编号 碟色顶的最顶端 被雕刻成了早景的形状 中间雕有一个半圆曲面 四周是花瓣 前茅固汉墓虽然被盗严重 但是他精美讲究的墓葬形制 与建筑细节 都向人们透露出 大墓主人不凡的身份登基 考古队员综合推断 这座墓葬的主人 应该是东汉时期 一位拥有一千弹左右 俸禄级别的高级官员 至此 前茅固汉墓 物主人的身份信息 在穿越了重重时光之后 终于开始变得清晰 在大致确定了 他的级别之后 考古队员还能找到 进一步的线索吗 昌绿故城 位于山东省腾州市的洋庄镇 与前茅固汉墓的直线距离 只有三千米 大墓主人生前 会不会就生活在这里 甚至可能是这座古城里的 最高行政官员 他们俗称叫土城 是一个昌绿故城 昌绿故城 昌绿故城从开始 猪蜂三国 有了这个烂 从烂到了汉代 称了昌绿故 昌绿故城里边 可能这是最高的行政长官 在一个目标到了这儿 今天的昌绿故城 已经变为了一片农田 但是根据历史典籍的记载 当初这里规制宏大 建筑著多 城墙的高度达到了五米左右 它总的面积呢 是28万匹马米 原来这个昌绿故城 复义这个 因为最早是这个 小祖国的复国 它也要简称 过来这个东汉时期呢 成为这个草雷片 所以呢 我们在前蒙古法学的汉目呢 都是这个东汉晚期的 经过这个正规的 考古法学 或考古调查工具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与收获 面对法学出土的遗物遗迹 无论种类数量丰富与否 考古工作者 总是抱着严谨的态度 抽丝剥剪 细致分析 历史的细节 与真相 或许就在下一刻出现 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 一代的中国考古人 洒下汗水 收获着 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